哈喽大家好 就說一下 嗯 我們是不是 真的 懂人生 我想我們 是不懂的 對於人生 真相是什麼 是不是真的信 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很多問題我們的答案都是 不知道 比如說我對這些問題還有好多問題答案都是不知道 但是這種情況下呢 所以我們 要搞清楚我們追求的是什麼 是性的 你可以什麼都沒有 只要你有性的 但只要你有性的你就擁有一切 儒家裡講到 明明德 明德呢 就是性德 明明德呢 就是發覺我們的性格 了解我們的性格 所以說在某些方面 佛學和儒學是共通的 都是找出自己的性得 加油